苦情女孩命上滋養家庭 有如小天使般的希爾 原本明天叫過四歲生日 卻在去年被美國德州的寄養家庭活活虐死 兩年前希爾的父親被檢舉 在希爾睡覺時呼大麻 希爾的父母看到喪事 不耐當局能要求希爾回寄養家庭 寄養家庭變本加厲 竟將希爾活活虐死 父母趕到醫院時 希爾已經傷重不治了 雖然寄養家庭在日前被判處無期徒刑 但希爾留在人間的 卻只有無限的思念了 平常的喪行 等待其他人 以為有節奏 日子 要保持 兩日子 繼續 轉 這位 法